大家好 我现在在和平西 过了这儿 这儿就是十八普南 十八普南是南北走向的 这儿就开始和平中路 今天我又 嘗試一下巴士观街景 坐巴士的6号线 我现在就在和平中路 和平中路很多都是批发的商铺 但是看上去不是很集中某一个行业 我看到 包装材料 有些劳保用品 又看到有些药材 有些冷冻食品 又看到有些冷冻食品 不像其他街区 就 集中 清平路 海味 中药 中草药 这儿 这儿 是一间 潮山美食 猪肚鸡 椰子鸡 这儿 应该是一些冷冻食品 又是做些批发 做些批发 它不是一间 食店 来的 来的 做一些批发的 专装 属于冷冻食品类的 冷冻食品材料供应 来的 和平路不是奇朗街 但是有很多 好像这里很有特色 这些民居 应该这些都是民国时期 甚至更早一些 一些 民居 有很多 烫楼门 这儿一间 安保努宝 安保努宝 这儿是一间药店 在民国时期或清朝时 和平路 特别和平中路 有名的 中医街 和闪基路 一带 整个闪基 东闪基 西 我之前拍过一些视频 一带 有名的中医街 但是现在 和平路已经 没有了 就算有 也有 每个街 有一两间 3M 罗宝用品店 罗宝用品有限公司 一大 变电 设备 在街上 刚刚应该有一些 塞车 或者是红灯 车流就慢一点 因为它是单向行车 加上这条路不是很阔 车流又大一点 很多的 罗宝用品 来到这儿 康黄南路 对着这儿 向南的 就是 镇安路 北接 看黄南路 过了看黄南 就来到这儿 一段 还是 和平中 之前 我都拍过 和平中 路 顺与促运 国内做快递 做得最大 规模最大 收费是相对最贵的 就是顺与促 但是它 很多时候如果是贵重点 或者是 想 比较稳阵点 很多时候 都会找顺丰 它准时 和 极少出差错 这就是长落路 在 在 长落路 南北走向 来到这儿 这个路口 就是 掌欄路 掌欄路 之前我都拍过的 那个掌欄路 是阳行路 南北走向 阳行路 之前我都拍过 这里 掌欄路 阳行路 长落路 都是属于13巷 熟装 零售批发 熟装零售批发 一带整个商圈 一部分 阳行路也是 很深的 这些铺铛很深的 很特点 这些铺铛很深 这里是阳行路 我现在坐着巴士 这条是六号线 路线由黄沙开出 去到天河 北路 有个总站 这样的 保密园 之前我都拍过阳行路 幻步 今天 在巴士的视角 坐巴士的视角 不同的感觉 拍一拍 这里转下来 就是有名的上九路 上九路 上九路就接下去 属下九那边 暴行街 刚刚这个位置 但这一段上九路 就不是暴行的 我觉得 上九路的 骑楼是真是很漂亮 保存得也算 挺好 很有特色 广州的骑楼 讲起来 最漂亮的 就是人民南路 但是人民南路 因为有座 快速路 就是天桥 中间建成快速路 高架路 有些影响了 但另一个 我觉得 上九路的骑楼 很有特色 很漂亮 但是 上九路这边 不知道是疫情的影响 还是 因为它是暴行街 那边 这边就不是暴行街 所以 那些铺 我看到很多 都是关了 就算是疫情的影响 不是疫情 这里人流 相对都少 因为 就算来到这里的话 很多时候 都会 去到 暴行街 这边 这边 上九路来到这边 前面的路口 就是 人民路 人民南路 这边 这边应该是光复路 光复路 再过了光复路才到人民路 这边是大德路 很多铺 这边的铺 看到很多铺 都关了 来到这边 就看到 人民路的高架路 看到 对着那边 就是大德路 这边的 今次的巴士观街景 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观看